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徐州 这里是徐州火车站附近 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 我准备在这个徐州火车站这里吃一个午餐 看一看这里的消费水平是怎样的 前几次的在火车站都被坑了 今天找一个离火车站稍微圆一点点的地方吧 看看这里的消费水平会不会便宜一点 份量会不会足一点 它这边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美食街的 反正各种宁来盲目的商品都有 卖衣服的 卖这种小物件的 这里是光明眼镜 那边还有一个三元店 全产三元 徐州这边比较流行这个饼 就是那个菜煎饼什么的也是 这边有老北京的鸡肉卷 寿司 麻辣炭 黄酸 杂串 鸡肉卷 肉夹馍 东北粘玉米 南门粥铺 哇 反正小吃特别的多 我准备孩子去吃个饭吧 这个看的确实有点诱人啊 基本上每个火车站附近都有这个 南粥牛肉拉面的 这边也是这个鸡蛋饼 这也是我去了这么多火车站 感觉这里的小吃是最多的 最丰富的吧 看看这巷子里面有没有吃饭的地方 可能会便宜一点 这看人去确实比较诱人 往前面走走吧 他这里有这个米线什么之类的 这里有这个快餐 快餐的话我就不吃了吧 我还想去吃个炒菜 你这个菜怎么买的 荤菜10块 蔬菜6块 厉产 荤菜10块 荤菜10块 蔬菜是6块 他这里流行版面啊 版面是6块 羊皮 这边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但主要是以这个饼为主吧 这个是芝麻饼 这里也是这个快餐 这里也是牛肉版面之类的 版面我吃过之前 但是有点吃不习惯 刚刚在这边点了一个土豆丝 和一个炒米线 一共是14块钱 炒一个青菜也就12块钱 他这边也有价格的 土豆丝5块 绿豆芽5块 板面是7块 刀削面是8块 蛋炒饭好像也是8块钱 番茄酱12块 麻婆豆腐12块 腊子鸡16块 回锅肉20 鱼香肉是18 在这等等吧 我之前呢也去了很多火事站吃饭了 让我感觉最实惠的就是藻庄和徐州吧 感觉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一般你去到任何一个火事站啊 他如果是现炒的那个 西红市炒鸡蛋 都是在15以上 或者是15左右 当然他这里的话只要12块钱 最便宜的一个青菜的话就是12块了 分量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他这个土豆丝如果说 你现炒的话还有那个豆芽 就是5到7块左右吧 蛋炒饭是8块 这个菜已经打过来了 这是米线 分量还挺足的 但是看着就有点辣 他放了那个麻辣鲜 忘记跟他说了 这土豆丝现炒的分量还是挺足的 吃起来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确实麻辣味太重了 没跟他做 加了一点青菜 主要是放了那个烧烤的那个 那个那个尿嘛 我不太喜欢吃烧烤 如果不放那个烧烤的这个 这个孜然应该会好很多 土豆丝 他土豆丝里面放了一些大蒜 就是我没有放醋 因为我不喜欢吃这个双辣土豆丝 就是我没有放醋 我没有放醋 一共14块儿嘛 说实话他这个份量还是挺大的 绝对能吃吧 如果不能吃辣的话 如果大家能徐州的话 就提前跟他说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吧 本来想家里米饭的 他米饭是两块钱一碗 就算了吧 就算了吧 加在这里 松阁一下 这次的菜稍微点点有点失败了 主要是自己不会点这个粉太辣了 然后它主要是烧口味道 但是你可以跟它说 但是这个菜的分量还有水平还是可以的 这价格没得说吧 现在准备去徐州火车站来 坐火车去蹦步 喝点开水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吧 整体来说 历史来说还算是物有所值吧 我穿着 对 你要不把这一块 就起来 好 谢谢